這個場景就是一定在 每個rapper的生命中出現過 而且經歷過了 陪他最苦啊 就是在剛草創時期的這種場景 我們那時候發專輯的時候 我們就只帶著音箱 然後車子開著我們就在環島 去到每個地方 我們就只靠著三支麥克風 在IG上面講說我們隔天會到哪裡 然後我們就在那個地方 唱幾首歌 那個環島那還滿酷 很有趣 我們以前在西安剛開始玩說唱的時候 那個時候沒有那麼多很好的條件 在一個廣場上那個時候很開心 剛做音樂的那幾年 把所有錢都省下來 然後去錄音棚去錄歌 當時錄一首歌 可能一小時要兩百塊 然後就很貴 但是我去錄音棚錄以後 那個錄音老師居然覺得我很厲害 然後就說你以後來都不用花錢了 所以我當時就乾脆我就 就直接搬過去 然後我就睡在錄音棚的地板上 然後我一睡就是兩年多吧 反正我最開始的環境就是這樣